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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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孩子找好工作 然后还在跟他儿子沟通 拜托一下 你去做可不可以 那个孩子还装着一副 不是很耐烦的样子 我说好吧 给你面子我去试试看 早知今日啊 何必当初为什么孩子这么没有责任心 这么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去打算 因为他从小发生事的时候 谁帮他收拾残局啊 都是爸爸妈妈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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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不要小看孩子小的时候 你跟他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互动 都可能对他的人生往后影响甚大 所以教育有三个字很重要 叫剩余死 开始的死 一开始你对待孩子的方法不对了 可能他一生就拉不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现在的小孩 长了三十几岁了 很多家庭的事工作的事 都还要让他的父母操很多心 甚至于都要他的父母在经济上给他支持 这个都是没有养成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卢先生他很会教孩子 卢叔叔 他就举这一个例子跟我说明 他的女儿第一次忘记带作业本 打电话回来 求他帮他拿 爸爸都是最疼什么 最疼女儿 妈妈都比较疼儿子 但是他有理智 他马上跟他女儿说 没带作业本是你自己犯的错 自己要承担后果 电话就怎么样 挂掉了 我相信他那个电话一挂 他女儿的心怎么样 震了一下 记忆 深刻 记忆深刻 这个挂下去的动作就是威严 威严 他的女儿下午回到家里来 各位朋友 还要不要继续骂 要不要 所以我们中国说要中庸 太凶了 就伤 亲情 太好了 他就不负责任 就觉得都是应该的 所以因为已经挂了他的电话 回来的时候就要恩 不能再凶 所以回来的时候 看他女儿垂头 上气 这个时候 当爸爸了就走过去问他 他说今天有没有被老师处罚 他女儿点点头 接着他 父亲就说了 他说爸爸教你一个方法 保证啊 你往后啊 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被老师处罚 爸爸这么一讲啊 女儿的眼睛怎么样 就亮了 哇什么方法 赶快告诉我 父亲啊就跟他说 只要你每天啊 睡觉以前 拿着联络簿 把明天要上的课本 放进来 然后就 打勾 把 要完成的作业 作业 做完之后 作业本 放到书包 然后啊 打勾 通通都打勾了 代表你的东西都怎么样 放好了 你就可以睡一个非常安心的觉 不只让孩子心啊 可以很安心睡觉 还有一点很重要 也训练孩子 管理自己 生活的能力 各位朋友 一个孩子管理的能力什么时候学 是不是上了管理学院在学 很多的能力都是日积 月累 都是滴水 穿拾的功夫 绝对不是瞬间形成的能力 所以今天一个 企业管理系 名牌大学企业管理系出来的学生 你看到他的桌子 乱七八糟 你敢用他吗 敢不敢 连生活都管不好的 你还要让他管公司啊 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有条不问 他思考问题 他面对事物就能有条不问 所以他那个管理学是从小啊 根基怎么样 就扎好了 所以卢叔叔的儿子 为什么 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是老板跟他说 你要多少薪水 你自己开 那些能力啊 从小扎的 所以当孩子学好地质规 他的整个生活规范啊 就建立起来 就有条不问 办起事来 让人放心 而对人又非常公谦 就会赢得很多 领导者 对他的提拔 跟疼爱 所以如何让孩子一生 能得到很多的助力啊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 做人做事的根基啊 把他炸老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 家长沟通 我说你花三五年的时间 可以让你的孩子一生受益 这种才是真正的 投资 报酬率 好 所以刚柔并施 恩威并济 我们也可以常常在教育 孩子上 可以用得上 那除了教育孩子之外 家庭的气氛 都需要 夫妇 来经营 家庭气氛一好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就会人格健全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的夫妻关系好不好 不好 冲突很大 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 不只是人与人 夫妻会冲突 自己还会跟自己啊 发脾气 因为人的心量啊 越来越小 人的心啊 只看到别人缺点 都没有 自我 检讨的态度 我在海口 推展中国文化 第一次啊 跟一群朋友一起坐下来吃饭 围了一桌 在吃饭的时候 刚好闲聊之语啊 我就了解到 同桌有四个女性 三个已经离婚了 一个啊 准备离婚 怎么办 相逢既是有缘 我们这个饭可不能白吃 要得对得起这些 有缘人 所以我呢 赶快观察时机 什么时候可以 劝劝他 可以力挽狂然 把他的想法拉回来 所以在闲聊之语啊 我就慢慢观察机会 突然话锋一转 我就说 夫妻相处 只要守住一句真言 保证啊 白头偕老 只要守住一句就好了 我这一个准备离婚的同事啊 眼睛瞪得很大 我看到他耳朵都竖起来 准备听我讲 我接着就说了 我说从结婚以后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啊 对方的缺点 我又附送了一遍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我这个话讲完 这位朋友 眉妥伸手 回了我一句话 蔡老师啊 好难啊 这位朋友 难不难 难不难 我曾经在珠海演讲的时候 我才把这一句话讲完 底下马上有一位女士 回我一句话 没有优点 哇 他马上就给我回 没有优点可言 我看看那位女士啊 我就跟她回答 我说你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敢嫁给她 我还真佩服你 人啊 脾气上来了 看人不顺眼的心上来了 还能不能看到对方的优点 看不到 欲令致敏啊 人的脾气一来啊 啥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进一步啊 引导他们 去想一想 结婚以前啊 一定都是经过一段 热恋的时期 这些结婚的夫妇啊 不妨啊 做一个时光穿梭机 回到热恋的时候 我们看看身旁很多热恋中的男女啊 都可以印证 一句俗语说 只献鸳鸯 不献仙 所以常常啊 五点半下班 他五点的时候呢 就已经坐不住了 他说怎么这么慢 待会我要跟我女朋友看电影 还要带她去买东西 每天只想着 怎么样让女朋友高兴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啊 处处替对方着想 处处心里想着什么 我能为他做什么 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所以恋爱的感觉啊 都是温暖 甜美的 当有一个人处处都替你着想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会很欢喜 甚至于啊 半夜睡到一半了 还会偷笑笑醒 好像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 所以婚前啊 因为处处替对方着想 所以感觉非常好 就好像在天堂一样 当结了婚之后 那一个结婚证书啊 张怎么样 盖下去之后 想法变了 本来是处处啊 想着能为对方做什么 张一盖下去呢 突然 想法一变 对方应该啊 替我做什么 当 对方时时刻刻就是要求我们 你这里没做好 那里没做好 我们的感觉怎么样 很有压力 相处起来啊 就越来越觉得 不被体谅 不被啊 欣赏包容 所以慢慢的 夫妻相处 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当都感受到不被了解 而每天啊 还要生活在一起 久而久之啊 就会貌合神理啊 所以其实 婚前啊 像天堂 婚后呢 像地狱一样 问题出在哪 出在哪 就出在一念之间啊 钱是处处为他着想 结婚后啊 是处处只要求别人 所以就从天堂到哪里去了 到地狱去了 那能不能再从地狱啊 再回到天堂 行不行 事在人为 靠我们用心 去关怀 去体谅 去经营 我们的家庭生活 有一个人 刚好有一个机会 遇到了一个小天使 小天使就跟他说 我可以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 那这个人也很好奇 说好啊 那你先带我去看地狱长什么样子 结果他 到了之后看到啊 地狱是一排长长的桌子 一排长桌子 两边呢 都坐满了人 桌上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菜 桌子上呢 每一个人的筷子啊 是一公尺长 这么长 结果喊开洞 两排的人啊 拿起筷子 夹起来要蒙网自己的嘴巴送啊 生怕自己怎么样 吃得比人家少 抢不到食物 结果因为大家都在抢啊 筷子又怎么样 太长了 就在中途啊 筷子打架了 菜啊 掉满一地 不只掉满一地啊 彼此还破口大骂 气得半死 通通没吃到 这个人一看啊 觉得很难受 看不下去了 说好了我不看了 你带我去看天堂长什么样子 结果一到天堂 这个人很惊讶 怎么桌子还是那一张 那一张长桌子 筷子还是那一只 一公尺长的筷子 菜啊 还是那一些菜 他就觉得很纳闷 结果一喊开洞 所有的人 夹起菜来啊 往对方的嘴巴 送过去 有一个人 人缘特别好 一下子呢 三四个人同时 夹到他的嘴巴来 他都快噎着了 说等一下等一下 让我脚好 吞下去再来 所以念念啊怎么样 都想着别人 所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所以一念啊 自私之力在哪里 在天堂 每天还要气得半死 一念处处为人着想 到了哪里 到了天堂 那个气氛非常和睦 所以天堂 所以天堂跟地狱 只在啊 一念 之间 所以当我们处处 替对方着想 当我们处处 懂得 欣赏 对方的优点 整个家庭气氛啊 马上就变 因为我还没结婚啊 但是呢 没结婚不代表 就不懂夫妻相处 我们可以多看怎么样 多学多听 刚好我在 杨老师家住了七个月 所以我从这七个月当中 看到他们夫妻的相处 也体会了不少道理 比方说啊 互相关怀对方 时时啊 让对方感觉 你很在乎他 杨老师他们一进门啊 一定会对着屋里说 我回来了 那屋里面的人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回应 啊你回来了 太好了 家庭气氛都是在点点滴滴的 一言一行当中经营出来 现在很多太太回来 我回来了 先生看报纸的时候 抬起来 哦 真觉得回来没什么 没什么好感受 这样的态度久而久之 感情会好吗 所以其实举手头组都是学问的 不只啊 会回应说 哇你回来了 太好了 会马上啊 冲出来 迎接 迎接的时候 刚好看到 先生呢 又拿了很多 可能买了菜啦 买了水果回来嘛 然后呢 这杨老师就马上跑过去 把他接过来 把他拿 然后就说 哎哟来就来 不要这么客气嘛 家庭当中要有一些幽默感 滋润啊 彼此相处就很和乐 来就来 不要 不要这么客气 所以我在杨老师家待了七个月 这些都有学到 我们也会马上啊 来帮忙 当然我没有跟师葬说 来就来 别这么客气 我是晚辈啦 每一次啊 因为这个师葬啊 很会泡茶 茶泡得很好 每一次吃完饭之后 泡茶过来 杨老师一喝啊 就会露出呢 非常赞叹的表情 他说 怎么有人可以把茶泡得这么好 欣赏对方的什么 优点 适时的给予肯定 所以俗话说啊 好话一句啊 做牛做马 都愿意啊 所以这么一赞叹下去了 先生下一次泡不泡茶 都不用你交代 他都给你泡好 有时候切了一盘水果过来 杨老师一吃呢 马上都说 哇这个水果怎么切得这么甜 反正都把功脑怎么样 给对方嘛 所以他就做得非常欢喜 而且彼此啊 而且彼此啊 都会互相的去肯定对方的付出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管 施葬买什么东西回来 他绝对不会去闲东闲西的 因为啊 买回来一定有他的用心嘛 所以我们先肯定他的用心 现在很多太太不是啊 看到先生买东西回来 还都还没看啥 你怎么又买一大堆了 真是浪费 先生可能有很多很好的用心啊 都被你这句话怎么样 给他埋没掉了 内心的委屈啊 都在积累 我们都没有听到他的心在滴血 是吧 甚至于今天好不容易啊 心血来潮 帮你洗碗 洗的时候你跑过去说 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 他一听 算了不洗了 甚至于是刚好他洗完了 可能你一看 有没有洗干净了 没洗干净 这个时候你说 你怎么都洗不干净 他下次就不行 你一定要挑刚好有一个碗洗 很干净 然后拿过去说 哇你这个碗怎么洗这么干净 我第一次洗都没有办法 洗得像你这么干净 他下一次怎么样 不是孩子要肯定啊 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肯定啊 先生也需要我们肯定 太太也需要我们去肯定 所以这个家庭气氛啊 所以这个家庭气氛啊 真正需要我们用心啊 去欣赢对方的优点 经营出和乐的家庭气氛 所以你能处处替他着想 可能先生今天晚一点回来 我们就可以啊 留一盏灯给他 然后呢你要睡以前啊 又煮了一碗面 放在厨房 然后在书桌上面 就是在客厅那一个灯底下 写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面给你煮好了 趁热吃 所以夫妻之心的互动啊 不见得要用什么 言语啊 你的点点滴滴的动作啊 都可以表达 你对他的一种关怀之意 那夫妻的情感越好 家里啊 气氛好 孩子的教育 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夫妇之道 是门大学问 为什么 因为啊 他是人际关系里面 最亲密的一环 所谓夫妇同事 同一个房间 比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还怎么 还亲密啊 父子兄弟是同一个家庭 单位又更大了 所以夫妇关系的人际 这一个人际这一环 一定要处得好 才会让你的孩子学到 好的人与人相处的 这一些学问 那我们看一下 夫妇相处 应该怎么样去互动 除了刚刚啊 我们提到的 要欣赏对方的优点 要懂得 关怀对方 要懂得多啊 幽默一下 之论之论 这个家居生活之外 在圣贤的教诲当中 有提到 要用四色法 四个方法 来让夫妻和睦 第一个方法 叫布施 换作比较白话呢 叫多请客 多送礼 诸位朋友 你多久没有送你太太礼物啦 你多久没有送你先生礼物啦 可能 默然回首 好像结婚以后就没送过 所以 这一些点点滴滴的用心啊 对方都能感受到 我常常问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 没有常常送礼请客 我都问说 你每一次到 外地去出差 到外地去旅游回来 有没有给你太太 买个纪念品 有没有给你先生买个纪念品 我看那个举手的很多 还是六十几岁的 太太 所以确实啊 还是要用心 太太 接过你那个礼物怎么样 心里怎么样 很温暖啊 觉得你走到哪里 都什么 想到我 女人啊 是最容易满足的 只要你让她感觉 是在乎她的 她确确实实啊 会认老 认严 可能这个礼物接过去啊 笑着说 我去帮你煮碗面 是吧 所以要多请客 多送礼 再来啊 第二个要爱语 多讲一些 关怀的话 夫妻之间的言语啊 不要太冲 不要太直接 比方说先生乱吃东西 久而久之 是不是会把身体 怎么样 搞坏 很多太太一看呢 就沉不住气 马上怎么样 就骂了 你吃这个以后会得高血压 你知不知道 你吃这个以后就得糖尿病了 她会怎么说 我得糖尿病就糖尿病 不关你的事 太直接的话 会起反作用 应该爱语 让他听了 能舒服 能接受 你就可以告诉他 他说 老公啊 是吧 我怎么自己脚能够起鸡皮疙瘩 你就跟他老公啊 你的健康啊 是我一生的幸福 是孩子一生的保障 所以你的健康太重要了 所以你吃东西要特别小心 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 这一包吃完之后就别吃了 是吧 你又没有当场给他抢过去 他忽然想想 你看我这么重要 所以这一些爱语啊 靠我们用心啊 去讲 再来 例行 例行就是 处处啊 让他做什么事呢 都很顺 推他一把 其实最好的例行 就是 我们把家里啊 都照顾得很好 那孩子呢 也很懂事 这样先生在外工作 心里怎么样 很放心 很安慰 他就会做得 很起敬 也能够全心全意 在工作上 也不用啊 常常担心家里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成就他的事业 成就他的行为 这个叫例行 甚至于是 先生在跟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亲友谈话的时候 你也可以帮他怎么样 记一下 毕竟有时候事一忙怎么样 会忽略掉 那刚好事情到的时候 你刚好提醒他 先生会觉得 哎呦我差点忘了 他就会觉得 有你在的时候啊 特别放心 特别能帮助他 这个也是 力行 假如太太不止没有力行 还常常扯先生后腿 那这个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要时时能够 看到另外一半的需要 就能够去利益他 最后一个是同事 跟他一起成就一个事业 而这个同事的前提啊 一定要建立共事 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就是经济要稳定 再来 孩子的教育要做好 当夫妻彼此有这个共事 就一起啊 把这个家庭做好 这个就是同事 而彼此还有一个责任心 要当啊 现在这个社会的模范 现在最缺的模范是什么 是夫妻啊 好的夫妻太少 我们要定位自己 演出好夫妻的模范 让其他的夫妻 看到我们之后会怎么样 会羡慕 你看这样的日子这么好 不过干嘛要这样吵吵闹闹 所以您能够当 现在人的夫妻榜样 那是功德无量 不只是当夫妻的榜样 因为有这样的共事 就能够养出好的后代 养出好的后代就能造福家族 造福社会 这样的事业啊 是最有价值 所以夫妻啊 能一起来成就这么伟大的事业 俗话讲啊 用心就是专业 人只要肯用心 绝对可以把任何事情做得圆满 好 那我们夫妻有别 夫妻这一轮就先讲到这边 诸位朋友假如回去之后 马上呢 对你先生很好 他一定会觉得怎么样 怪怪的 有太太回去之后 真的 很积极 每一天干活都干得很辛苦 都能做多少 能尽心尽力做 但是啊 眼睛都一直看他先生 看有没有看到他在付出 所以为谁做 为了让他先生肯定他做得很好 而做 结果他先生一个礼拜之后 都视若无睹 也没跟他一句称赞 结果他就很生气 把托把摔在地上 我做了这么多 你怎么都没有看到呢 这样会怎么样 这个脾气一发可能会前功 进气 我们做这些事 不是为了要给先生看 是什么 成就自己 而是我们为人母 为人妻的本分 对的事本来就要做 而不是要去赢得别人的肯定 所以做事的动机 心态很重要 而你的心态越觉得是自己的本分 你做出来的时候 越能够让对方 让你的亲人怎么样 感动 而你有目的去做的时候 反而不容易感动别人 所以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 去做 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那我们接着看 五轮的第四轮 长幼有序 也就是胸有 帝公 兄弟这一轮 在五轮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来想一想 陪伴我们最长的 亲人是谁 陪伴我们亲人 最长的是谁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一般正常 父母因为长我们几十岁 所以都会比较早 离我们而去 那兄弟是从小 一直陪伴我们 到老 而兄弟的和睦 才能真正让父母 安心 放心 所以兄弟能处好 其实就是最好的 孝道 我们看看古代 这一些圣贤人 这一些祖宗 他们兄弟是如何相处的 周朝享国八百年 为什么他们能享国八百年 我们 前天也有举到一些 他们的事例 各位朋友应该还记得 太王 生了王继 王继 生了周文王 周文王 太王除了生王继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长子 叫做太伯 另外一个长子叫仲庸 接下来才是王继 而太王看到自己的孙子文王 心里很欢喜 觉得文王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所以文王的大伯 就是太伯跟仲庸 一看到父亲的 这一个眼神 他们两个怎么样 就知道 所以为了 所以为了 让父亲往后传位的时候 能够没有挂爱 又怕呢 又怕呢 父亲爱于 要传给长子的这个 情况会发生 所以 太伯跟仲庸啊 两个兄弟啊 就自己到了山上 就没再回来 那太王就直接可以传位给王继 王继又直接可以传位给文王 太伯跟仲庸 做的这个行为成全了什么 成全的父亲 也尽了他的孝心 而对于兄弟呢 他是可以财富舍掉 甚至于什么 最高的权位啊 也能礼让 这一个动作啊 不只成全了周朝八百年的盛世 也成全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都懂得财务亲 怨和声 都懂得兄弟之间怎么样 互相礼让 家庭的纷争减少 社会的纷争自然减少 因为太伯这个动作一做出来 会感动千千万万的人 不只感动千千万万的人 连隔了两千多年的 我们后代的这些学生啊 也会能感受到 太伯跟仲庸的这种德行 因为上一代做了好榜样 传给下一代之后 也继续保持 所以周公 他的哥哥是武王 他们两个都是文王的孩子 兄弟啊 也非常相爱 非常和睦 武王那个时候生病了 很可能啊 会去世 周公啊 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在神明面前 在太王 王继 文王的灵位面前 也就是在他的真祖父 祖父 跟父亲的面前 启示 说舍掉我的寿命啊 周公啊 他说舍掉我的寿命 把我的寿命 给我的兄长 让他能继续啊 安定我 天下 结果 这一个誓言 讲完之后 这一卷文章啊 就放在 他们 祭祀祖宗的太庙里面 文王过没有多久啊 身体就好了 所谓自成 如神 中庸说的 自成如神 确实感得啊 这个武王啊 身体就好起来 后来 武王去世之后 就是成王 登基 周公还辅佐了 成王一段时间 把他教好 把成王教好之后 因为有一些有心人啊 就开始散播 一些谣言 可能就说周公可能会怎么样 做大啦 篡位这种谣言就出来 周公为了啊 不让他的侄儿难 难做啊 自己啊 就跑到山东一带 就往东边去了 结果 这个成王 就是周公的侄子 成王刚好 有一天啊 在走路的时候 看到 天上啊 又是风 又是雷 他就感觉到 一定是他有一些做法 不恰当 这上天啊 才会有这些异象 产生 所以成王啊 就到太庙去 祭祀 然后呢 发现了周公 的这一边 齐文啊 就把他 打开来看 结果一打开来之后 看到 周公为了 祈求他自己的兄长 武王 能够 严授啊 写的句句啊 都很中肯 成王看完之后啊 内心非常的感动 也很惭愧 这么好的叔叔啊 他居然呢 还让叔叔啊 到 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所以成王啊 亲自啊 去把 周公啊 请回来 让周公能够 治理 作乐 让周朝啊 能够 很兴盛 所以周公的这种 对兄长的诚心 不只 让他的兄长 能够严授 他这一分 兄友弟公的精神 却传承了 给了他的 后代 子孙 所以传家最重要的 是什么 孝 孝 季 孝 所以 论语说 孝 孝 季 也者 其为 人之 本 人啊 修道 就是要修一颗 仁慈之心 而一个人的 仁慈之心 从哪里开始做起 就从 家里面的 孝 孝 跟兄弟有爱的 替的精神 所以 传多少钱给子孙 子孙未必能够受益 所以我们传家 一定要记住 先传什么 孝替的德行 自观重要 我每一次看 古代这些故事 常常一个人就 感动的不行 所以我很怕 很怕我看德意故事的时候 旁边有人 我都自己偷偷看 哭得比较痛快一点 但是痛快之余 深刻感觉 圣仙人是怎么去存心 去带人 感动之余 要赶快 效法 赶快 立行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 叫礼姬 这个礼姬 很得到唐太宗的赏识 有一次礼姬生病 太医说 要有人的胡子 来做药营 唐太宗恶化不说 龙须就切下来 龙须就切下来 就给这个礼姬当药营 礼姬一听到之后 马上到皇上面前 给他磕头 所以为人君的真正 很仁慈 时时刻刻对部署着想的时候 绝对会得到下属的忠诚 很多事情并不复杂 我们人把它搞得太复杂 都不用德行解决问题 都把它搞成什么 权谋 所以我相信 曾国藩在天之灵 一定会抗议 他说我这么真诚 为家为国 你们都把我写成什么 奸诈狡猾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 要帮曾国藩 这个辩驳一下 因为我看曾国藩家书 真的能深刻体会到 他那种为国为民 为父母为兄弟 甚至于是为自己的 子孙后代的心 这个礼姬啊 除了是忠诚之外 侍奉父母 侍奉兄弟姐妹 也非常尽心尽力 他有一个姐姐 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时候礼姬都已经七十几岁 他去看他姐姐的时候 就亲手啊 在那里熬中药 因为古代人 连长之后都有什么 都有胡须啊 所以在那里吹吹吹火的时候啊 就 那个 这个火苗啊 刚好就去烧到胡子了 他的姐姐就说了 他说家里面这么多的仆人啊 你就叫他们去做就好了 不要啊 再这么忙 这个礼姬就说了 他说 姐姐啊 你都八十几了 我都七十几岁了 我还有多少机会 能为你母做些事啊 所以能够被 为你祖宗的机会 往后也不多了 所以弟弟念念想着什么 想着从小到大 姐姐对他的点点滴滴照顾 这一份恩情啊 不敢忘怀 兄弟姐妹有这样的情谊 家和怎么样 万事都行 我跟我两个姐姐啊 感情也很好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身体不大好 那个时候啊 要熬中药 中药一包啊 都这么大 然后要熬一个多小时 熬完之后变成这么小一碗 刚好我那时候住学校宿舍 学校宿舍你一熬中药会怎么样 所有的人会来敲你的门 给你抗议 所以我姐姐刚好住在校外 她那时候大学一年级 我大学 她大学三年级 我大学一年级 所以我姐姐啊 每一天早晚帮我熬一次 熬完之后啊 还要长途跋涉 把那一小碗 中药啊 端进学校里给我吃 学校不能骑车的 一直走 因为学校宿舍刚好在 学校围墙旁边 你有没有看过一进门 就看到男生宿舍的 不可能 所以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才走到我的宿舍 到的时候呢 又写着男兵子部 女兵子部 我姐姐啊 还要走到我宿舍旁边的窗户啊 给我敲门 敲玻璃 敲完之后就比 给我比什么 叫我吃药啦 我赶快啊 跑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一碗 中药啊 端在手上 主位朋友 还没喝怎么样 病都好一半 这种天伦的关怀啊 喝下去呢 病好的啊 特别快 所以人的一生啊 有两股力量 是完全不求你回馈 会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时时啊 给你很强的力量 就是父母 跟兄弟姐妹 对你的支持 所以我在这个 推展中国文化的过程 都不会觉得有挫折感 常常觉得呢 背后呢 有无求的什么 这个力量 那我们看到 古代的这一些 兄弟之情 姐妹情 我们啊 要见贤 尸情 古代的兄弟啊 连命都可以 舍给兄长 古代的 这一些 圣贤人 处处啊 都想着 能为兄长 能为 兄弟姐妹 做些什么 那我们现在啊 能不能因为一些 芝麻蒜皮的小事 去跟兄弟姐妹 吵架 去跟兄弟姐妹 起冲突啊 应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确实啊 子孙 虽于 经书 不可不读 后代子孙 不读经书啊 就不懂得 做人的道理 他们都觉得 抢在手上的 就是自己 其实 古代这一些 舍 生命 给兄长的人 他的命 有没有简短 没简短 他那种自成的心 有德行啊 还会增长 寿命 很多 舍钱财 不跟 兄弟 争钱财的 都给 哥哥多一点的 给弟弟 多一点的人 是不是后来没钱 是不是 不是啊 我在史书上 不生美举啊 捐出去之后 不止自己 不会没钱 后代子孙 都榜上 有名 后福 无穷 所以当我们真正 表演出好的德行 给子孙看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 才会兴旺 我们的后代啊 会学到好榜样 掌养了他的德行 有了这个德行之后 他一生的事业 就有了很好的根基 绝对会有好的发展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先想到这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